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是因为图钱 而是因为父母的面子 我想 我们每个人留学的费用 一年的花销都不止18.8万 何况是要娶一个如花似玉 情投意合的老婆 我说没关系 就按你们老家的最高规格来办 这都是小事 挑了一个日子 我去见了准岳父岳母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顺利进行 第一次和准岳父岳母见面 他们的热情让我惩惶惩恐 酒哈尔热之余 终于进入了正题 准岳父跟我坦白 说当地嫁女儿的风俗 一般需要彩礼18.8万 条件稍微好一点的 就28.8万 我赶紧敬了准岳父一杯酒 跟他说规矩我懂 不要18.8 也不要28.8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也讨不吉利 我们家拿88.8万 等我和欣欣领证的时候 我们上海那边的婚房 直接加上欣欣的名字 完全没问题 准岳父听我这么说 连说惭愧 当地的风俗没办法 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 按照他的本意 本来不应该要彩礼 但架不住亲戚邻居的嘴巴 只好笑纳了 我表示理解 谈妥这些 准岳父岳母表示 剩下的事情 只要女儿愿意 一切都按我们小两口的计划 来办就好了 看到他们这么通情达理 我忍不住多喝了几杯 第二天 准岳父想开车带我们 去城里逛一逛 见识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可是他那辆老旧的丰田 总是打不着 回想到当地嫁女儿 特别注重面子 我就提议 给准岳父换辆车 也算是我家的诚意 准岳父很不好意思 连连白手 说自己已经去4S店看过 女儿也长大了 想换一辆宝马三系 当然这个钱 不能用我们小辈的 可能是受我爸影响 我脱口而出 车是男人的脸面 我看不要买宝马三了 换一辆顶配奔驰翼 我来订准岳父百般拒绝 他越拒绝我越觉得 都是一家人 不用客气 当晚 准岳父岳母 挑选的良辰吉日 定在三个月后的一天 让我们举办婚礼 我欢天喜地 答应了下来 临回上海前 我和未婚妻去了南昌 给准岳父订下了奔驰翼 一切都比想象中顺利 但万万没想到 婚礼前两天 他们变卦了 本来我们计划的婚礼 是1月18日 在凯兵司机酒店接亲 结果 1月16日 准岳父突然告知我 不能在上海的酒店里接亲 嫁女儿应该到新娘的家里来接 否则亲朋好友那里说不过去 我就纳闷了 既然有这个要求 为什么不早提 况且 从上海开车到他们家 全程高速至少需要6个小时 如果是婚车一块过去 那至少需要8个小时 要想不耽误婚礼时辰 我们至少17日晚上之前 就要随婚礼车队到他们家 这不仅消磨精力 还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想都不用想 到时候举办婚礼 肯定不是一个好的状态 但准岳父坚持 必须要这么做 即便是我的未婚妻 也这样认为 我有些不爽 但是跟父母沟通过之后 我爸还是决定让我应了他们 因为结婚本来就是一件很累人的事 撑过这几天就好了 我不得不临时调整了计划 安排车队 带上半级 在17日一早出发 去上牢 到了未婚妻家门口之后 我才发现 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到未婚妻家门口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4点多 连夜开回上海 且不耽误化妆 拍照这些繁琐的事情的话 我们最晚也需要晚上9点出发 当然越早出发越好 准岳父岳母非常善解人意 同意我的时间规划 说马上就可以迎亲 他们家是个独栋别墅 还有个自家小院 小院的大门紧紧关闭着 周围站满了围观的人群 规矩我懂 要想进门 得先塞红包 在我的示意下 我的伴郎们 把红包一个接一个塞到门内 里面却毫无反应 直到所有红包塞完 都是这样 我问准岳父 里面怎么没有人给开门 准岳父却回答我 说他们家在这一带也是大户 给给每个亲戚 一人包一个大红包才行 否则门是敲不开的 我问多大的红包算大 他说每人两万就可以 我当时就想说 能我脑子瓦特啦 但转念想到 他们的所作所为 可能是被亲戚盗得绑架了 这肯定和我未婚妻无关 我压住愤怒的情绪 给我未婚妻打电话 我尽量用平和的语气 问未婚妻为什么会这样 之前可没有说过 有这个流程 未婚妻的回答让我大跌眼镜 他用毫不在意的口气回应我说 我们老家规矩可能就是这样的 你别着急 一共33个亲戚 不就是66万吗 而且数字挺吉祥的后面 我都听不下去了 这还是我以前认识的心心吗 66万 我家出了起 但我不是大渊种 我凭什么每人给他们两万 如果我给了他们家亲戚 每人两万 后面甚至还有 每人20万的条件在等着我 我挂掉电话 然后跟我爸打电话 告诉他这边发生的事情 并明确表态 这个婚我不结了 我爸却告诉我 自从我准孕妇 提出去他们老家接亲 就已经预料到了类似的结局 他还说 当地风俗虽然恶劣 但心心是个好孩子 只要我俩之间价值观上没太大问题 就答应他们的要求 因为结婚确实不是两个人的事 而是两个家庭的事 不过也要有个底线 为了能顺利把婚礼流程走完 他的心理预期是 最多额外花500万 最后我爸让我把他们家亲戚的卡号整理出来 统一发给他 他会让财务把钱分别转过去 还叮嘱我 不要耗费太多精力在这个上面 按时举办婚礼要紧 我不知道我爸为什么要吃这个哑巴亏 我只感觉到自己不孝 还有对世界的怀疑 亲戚收到钱后 欢天喜地给我们开了大门 但院子里的情景 把我不想预感应验了 三把椅子摆在了我们的正前方 我未婚妻的奶奶坐在正中间 准岳父岳母分别坐在两边 准岳父笑嘻嘻地对我说 亲戚都有两万 我们至亲 每人两百万 不过分吧 我气笑了 反论他 欣欣的外公外婆也健在 他们是不是也该每人拿两百万准岳父挠了挠头 对我说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欣欣他妈嫁到我们家 就跟他娘娘没关系了 所以欣欣的外公外婆不算至亲 如果你愿意给 也不是不行 我一口老血 还没等我缓过神来 准岳父又开口了 这个数目不小 打款不太容易 不过你放心 我都准备好了 你打到我公司账户 就以彩百字画的名义 我这可是一个月前 专门为你注册的公司 你跟你爸说说 入账就能进门 否则你休想带走欣欣 准岳父说完 就拍了拍手 让一个小伙子拿过来一幅画 说是从北京大柳树 逃来的张大千的话 硬塞到了我手里 然后补充说 电子合同我已经盖章签字 发给你爸了 你把这个带回去 货款两清就好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他们在抢钱 而且是有预谋的抢钱 想到这里 我都懒得再跟他废话 转头就走 这个婚我要是能解 那我简直猪狗不如 但我和伴郎们 刚走到门口 就被一群人拦住了 他们死活 不让我们离开 几分钟后 准岳父拿着电话 来到了我身边 跟我说 接电话 你爸的电话 他有话跟你说 我接过电话 只听我爸说 六百万 我转给他们 你记得把那幅画 带回来就好 我说 爸 你疯了吧 你刚才还跟我说 底线是五百万 我有我的顾虑 你就按照我说的做 按时完成婚礼流程 最重要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爸有什么把柄 落到他们手里了 否则 一向讲原则的他 不会因为一个电话 就妥协 准岳父猜到 他的要求 即将被满足 一张胖脸乐开了话 他打开的门 让我进了客厅 笑眯眯的对我说 结婚是喜事 年轻人别火气那么大 高兴一点吗 而且我要的 一点都不过分 你干嘛 跟看仇人似的看着我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我也不瞒你 其实在两年前 我就关注你家的状况了 你爸担任法人的公司有五家 担任股东和高管的公司有十二家 这些东西我在天眼茶上冲个会员 一搜你爸的名字就一目了然了 就只拿你爸投资的三家公司来说吧 你爸在三年前花三千万投资了一家生物公司 占百分之十的股份 当时估值三个亿 然后他又陆续投了两年生产生物配套商品的公司 这几年发展都挺好的 然后我去搜了这三家公司的相关新闻 发现这三家公司被你爸包装合并 加起来估值三十个亿 准备打包卖掉了 如果按这个估值卖掉 你爸套现就能套三个亿 你娶我女儿 我只要你家这个公司净收益的五十分之一 这一点都不过分吧 我震惊了 我爸投资的公司近期要打包卖掉的消息 我自己都不清楚 他竟然知道 他可真是个有心人 不过话说回来 估值并不代表能卖得出去 这样估算我爸套现的收益 属实也太粗暴了 准岳父不时看着手机 应该是在等六百万到账的短信 他攥着手机 在客厅里边走边说 像你爸这种有社会地位的人 请来参加你婚礼的 不只有投资界的大拿 还有被投资公司的法人和股东 如果让你爸的这些朋友们 看到你婚礼办不成 那些人还不得耻笑你爸 连挑选媳妇的眼光都没有 如果连挑儿媳的眼光都没有 会不会质疑你爸投资的眼光 如果质疑你爸投资的眼光 这会不会间接影响他的商欲 尤其你爸的竞争对手 会不会把这事拿出来 做文章诋毁他 根据我的调查 我盲猜哈 你爸的商欲至少值一个亿 我赌他不会因为千八百万的小钱 毁了自己的商欲 事实证明 还是你爸明白事理 你呀 太年轻了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你在拿我爸的商欲 做妖邪 话不要说这么难听 我也不是图你家的钱 也不是为了有面子 这不是想给我女儿一个保障吗 我懒得听她废话 心思急转 她早已计划好了一切 她这不只是拿我当傻逼 还打我爸一个措手不及 临时将我爸一军 不过这一切 李欣是不是早就知道 准月付药的六百万到账后 很自然地 给我打开了李欣卧室的门 我质问她 是不是早就和她父亲串通好了 就等着婚礼的时候 敲诈我们家一笔 李欣当场就怒了 她从床上站起来 质问我 你什么意思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要不是我爸调查 我根本不知道 你家的具体状况 而且 我们都要结婚了 你都从来没有跟我说实话 你隐隐你家的资产 是不是拿我当外人 我以为在我们结婚之前 你会毫无保留的 把你家的具体情况告诉我 可是 你没有 我很失望 你爸打过来的六百万 就当是给你的一个小小的惩罚吧 就这点钱 你还跟我上当上线 这简直太让我伤心了 我终于看清了她的真面目 曾经所谓的三观一致 所有的情投意合 原来都是配合我演戏呢 别说我真的不够了解我爸工作上的事情 就算我真的了解 我也没有义务告诉你家吧 到了这个份上 我已经明白 爱情已经死了 婚姻也已经和爱情没有关系 而是和我的家庭挂钩了 为了我爸的伤欲不贬值 我就算做秀 也得把他娶回去 未来的事情只好熬过婚礼后再做打算 当然 我内心好像还抱有一丝希望 那就是我的未婚妻 可能是在目前这个家庭环境中 被世俗裹挟了 如果未来我们去外国生活 也不是不能过 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李星一句话把我拉回了现实 他拿出两份协议递给我说 我一直很爱你 我不希望因为两个家庭 因为钱的事影响我们的感情 但我需要为寒心如苦 把我拉扯大的父母 留一个保障 你看看这份协议 把他签了 鞋都不用找了 我直接跟你走 我仔细一看 协议上的内容大意是 未来我们每生一个孩子 就要给他一千万 这笔钱由他父亲保管 如果未来我提出要离婚 不管何种原因 我都要净身出户 这女的脑子好像有什么大病 我看完就把这几张纸撕了 丢下一句 这婚我不结了 转身带着伴郎离开了 奇葩的是 他们以为我说不结婚了 是在吓唬他们 是以退为禁谈条件 但当我们的车队 决绝离开的时候 他们慌了 身心疲惫的我 从后视镜里 发现他们跟来的时候 一个完美的复仇计划 在我脑海里有了雏形 高速上灯火通明 透过车窗 我看着外面 疯狂倒退的风景 陷入沉思 明天最大的问题 是我爸商欲的问题 为了不让他潜在的合作伙伴 质疑他的眼光 也为了不让他的同行 暗中笑话 我必须站出来承担一切 更何况 这件事本身就是 我眼下导致的 我打定主意 明天婚礼时刻 我就上台声泪俱下 表示自己 其实不喜欢女孩子 是我欺骗了父母 我对不起他们 表明这个突发状况 和他们无关 还要突出他们 对我的爱想到这里 我给我爸发了一条微信 爸 这个婚我不结了 我在回家的路上 我爸回了一句 你确定吗 我毫不犹豫 回了俩字 确定 我爸回了三个字 没问题 看着没问题这三个字 我仿佛摆脱了后顾之忧 浑身充满了力量 我再次通过后视镜 瞥了一眼像狗皮膏药一样 跟着我们车队的准岳父等人 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来吧 我让你尝尝 什么是有来无回 我拿出被墙卖的那幅画 认真看了几眼 然后掏出手机 给我做律师的朋友打了个电话 兄弟 咨询你件事 出售高仿国画 应该是什么罪名 构成诈骗罪 一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 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谢谢 证据确凿的话 我直接报警联系刑侦就可以了 对吧 是的 你要干啥 明天这个婚我不结了 等我忙完这几天 请你喝酒 我们再细聊 还有那个 明天早上 你还得来凯宾司机一趟 帮我跟我未婚妻 他们一家人 科普一下 怎么退彩礼的事情 晚点我把彩礼的数 我捋清楚发给你 卧槽 好的 你好好的 我会好好的 也会算好时间 等明天一早 陪他们做戏 做完全套 再报警 请我的准月父亲 去交代问题 18日的凌晨三点多 我们终于回到了 凯宾司机酒店 李欣一家 还有浩浩荡荡的亲戚 也陆续赶到了 准月父找到我 铁青着脸 对我说 你们家很不礼貌 你知道吗 我要找你爸对话 他不接我的电话 你帮我把他找出来 要不然明天 我让你家 在所有宾客面前 丢人现眼 这老头 急了 别说我爸不想跟你对话 我要不是想捉弄捉弄你们 我都懒得跟你对话 我装作很害怕的样子 强忍着恶心 说道 嗯爸 您先住下休息休息 早上八点 我让我爸准时来跟你谈 您看可好 您就算为了心心着想 什么条件都好说 千万不能坏了我们的婚礼啊 准月父胡怡的看着我 像是在判断 我是真害怕了 后悔了 还是在跟他演戏 为了打消他的疑虑 我一拍大腿 跟他说 爸 我真的知道错了 是我太冲动了 我跟您道歉 这样吧 欣欣那个协议 我现在就签 好不好 听我这么表态 准月父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们找了个房间 在他们准备好的新的婚后协议上签了字 签完字后 我内心冷笑 婚都不可能结 你这种婚后协议 我还能签一百份 早上八点 我准时到了凯冰斯基酒店的婚房 准月父一家人 以及他们关系比较近的亲戚 都聚集在这里 翘首以盼 等着我爸来商谈婚礼细节 准月父看到 只有我一个人进门 拉下了脸 问我 小秦 你爸呢 我爸不想跟您见面 不过你也不要着急 待会儿有个比我爸 还要权威的人来跟您谈 保证高智高效 尽管我身体很疲惫 但想到接下来要发生的好事 我精神还是有些亢奋的 是什么人 到底什么时候来 我的准月父有些焦躁 我看了一眼微信 跟他说 已经到楼下了 我去接一下 我的律师朋友 一点都没让我失望 在我把彩礼相关的费用 发他之后 他连夜整理了两份文件 第一份文件 主要列了彩礼的相关费用 即私下和解退还的方式 另一个文件是起诉书 如果他们不同意退还 那只好起诉了 律师朋友坐下来 微笑着 看着我的准月父 说道 彩礼88.8万 给您亲戚这边每人2万的红包 合计66万 而且我确认过了 公司财务给每个人打款时的备注 写的是借款 所以这方面就算不当彩礼来还 你们也留不下 奔驰叫车 作为彩礼的一部分 您退车就可以了 600万字画的采购费用 我们已经拿着画找人去做鉴定了 鉴定结果表明 那是假的 sorry 这件事我跃全了 会有刑真的同志来找你 其他礼品合计 如果您同意私下和解退还 就在这里签个字 我们可以给您三天的时间 来处理这些东西 当然 您如果觉得彩礼不需要退还 那就看看这份起诉书 提醒您一下 如果拒不归还 成为失信被执行人 影响您一家三代 我说完了 准月父咆哮着 把两份文件撕了个粉碎 正当他拿起一把椅子 准备砸下我们的时候 刑真的同志赶到了现场 要求我准月父 跟他们回去配合调查 李星看到这混乱的一幕 他哭了 他抓住我的胳膊 歇斯底里地冲我喊道 我们三年多的感情 你就对我爸这样 你 你还有没有良心 啊 你的良心 是不是让狗吃了 啊 你说话 你他妈的说话 这女人疯了 到了这种境地 还坚持认为这是我的错 就算认定是我的错也没关系 当务之急 他不是求我撤案 而是对我大家指责 也是没谁了 我厌恶地推开他 准备和伴郎们 以及律师朋友 离开这个充满喜庆氛围的房间 我们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一个妇女冷冰冰的声音 我们辛苦给你们家张罗婚事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那两万块钱 我是不会退的 如果非要退 那就让欣欣给我们垫上吧 我转头一看 说这话的人 是李欣的伯母 这话一出 周围至少七八个亲戚 附和他的说辞 李欣红着眼睛 对他伯母吼道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 我爸都被抓走了 你们还在这里说 那几万块钱的事 你他妈的 你他妈的 骂我可以 别骂我妈 李欣的堂哥 眼珠子瞪得溜圆 撸起袖子 对李欣吼了起来 李欣也被激怒了 从他堂哥喊道 我就骂你们这些 没良心的怎么了 有本事你打我 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 你说谁没有教养 你再骂一句试试 现场乱坐了一团 眼看骂战 就要升级为动手 我突然有些不忍心 看到李欣被欺负 毕竟他曾经是我的女人 我们之间有再多的矛盾 那也是我们自己的事 眼看他要被一帮 没素质的亲戚欺负 我的拳头握紧了 我的发小肩半狼 看出了我的异样 他悄悄在我耳边说 走 出去 关门 别让这里的血溅到门外 那对无辜的路人来说 很不礼貌 说完 他拉着我就往外走 大约过了五分钟 那个喜气洋洋 氛围的大房间 逐渐安静了下来 从门凤王里一看 好几个人一联系 由于我还没有来得及 或者说不知道 怎么跟我爸开口 去坦白那个 一力承担责任 挽回他商欲的具体方法 而且眼看婚礼将至 我顾不上这边的情况了 我让伴郎看着这边的情况 然后独自找到我爸 告诉了他我计划的 我不喜欢女孩子的说辞 我爸听完之后 脸色凝重起来 指责我逞一时之能 不顾自己的将来 而且手段太过低劣 恶令我回家反省 最后 他面无表情地告诉我 他早就准备好了应急方案 如果我们的婚礼办得成 就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后续他有很多办法解决问题 如果实在办不成 他也准备好了一些说辞 给所有远道而来的宾客一个交代 11点18分 婚礼正式开始 我在自己家里 看着伴郎们现场的直播 这个没有新娘和新郎的婚礼 显得特别诡异 紧接着 我看到我爸上台了 他首先感谢了所有到场的宾客 然后正大光明地解释了 我和李欣不能结婚的原因 最后 他说结婚就跟他的工作投资一样 有皆大欢喜的时候 就像小夫妻美满幸福 也有意外状况出现的时候 就像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种局面 不过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认可自己的选择 不怕被辜负 我们也都能坦诚接受选择的代价 他的一番演讲 赢得了阵阵掌声 在没有办法的办法中 婚礼好像还算圆满地结束了 李欣家的亲戚们 也在保安和警察同志的关照下 灰头土脸地坐上了回老家车 看着他们狼狈的样子 我感到一阵唏嘘 不过 从现在开始 这一切都跟我没有关系了 偷鸡不成十八米 这是他们的罪有应得 三个月后 我们接到了李欣父亲判刑的消息 因诈骗罪 证据确凿 喜提有期徒刑三年 李欣家的亲戚们 除了个别人宁当老赖也不还钱 其他人都陆续返还了借款 一切尘埃落定后 我问我爸 当初我去接亲的时候 如果李欣他爸拿了我们家的六百万 就适可而止 答应让李欣过来办婚礼 等办完之后 您会怎么做 我爸神秘一笑 反问我 你猜呢 我猜您不会善罢甘休 等婚礼结束后 你会把他送进去 因为我记得你当时特意强调 让我把话带回来 我爸摇了摇头 说道不 那样你们夫妻的生活会鸡飞狗跳 我的伤欲依然会贬值 到了我这个年纪 早已不再相信什么爱情 所谓婚姻 在我看来 就是资产的重组 只要做人留有余地 我相信你慢慢会有智慧 让你们的婚姻生活 可以平稳地进行下去 只是你选择了放弃这次结婚 我也尊重祝福 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他不是拿了六百万吗 事后我会不断地帮他赚钱 我再送他六百万 欲使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我会不断地给他稳赚不赔的项目 让他投资 让他成为一个赌徒 等他膨胀到一定的程度 让他一次性投入所有的资金 然后我联合几家信得过的基金 做空谈 爸 你太吓人了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你爸遇到的大风大浪太多了 我也是没办法 通过这件事 我发现你处事还是有些毛躁 总体也还可以吧 但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遇到多么复杂的局面 我希望你都要记住一句话 胸有鸡雷 而面如贫护者 可拜上将军 我现在的心境 不想思考什么 拜不拜上不上将军的 我就是有些失落 我可能这辈子 都很难相信爱情了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